当正剧小王子王凯混搭偶像剧女皇陈乔恩 连篇名都变成了矛盾的碰撞 这部《放弃我抓紧我》 讲述了失去部分记忆的设计师丽薇薇 与前男友兼董事长陈毅度逐步解开误会 找回爱情 才播了六集 就毫无悬念的2016年度超级玛丽苏故事 霸道总裁凯凯王一出场就自在光芒 豪车 粉丝 媒体 保安一个都不能少 迷妹们一想到这是凯凯王第一次出演霸总 分分钟幻想出凯凯王承包鱼堂啦 手拿小皮鞭啦 把小白兔女主扔上床等各种画面 可是才看了几集 发现陈毅度 你你你你你这个霸道总裁真的好忧伤呀 陈乔恩遇袭回国疗伤 已不远万里来医院偷苗 被打了一顿 反而激起内心的涟漪 给女主来的个帅气树冬 搞了半天 你是个抖M啊 被竞争对手威胁到头上 你前一秒还是可杀不可辱的样子 后一秒却痛快答应了对方的条件 女主最久搅局让你颜面扫地 你不但不生气 还因此爆发出强大男友力 你是有多喜欢被虐呀 叔叔 开下门 你干什么你放下我 就算丽薇薇一身酒气不念旧情 把杜总视为眼中钉 但是武力杜总还是想着女主的好 真是女主虐我千百遍 我带女主如初恋 更别说凯凯王跪着拍下前女友 耍酒疯的画面 这一脸沉醉的样子 被带了个萌萌的耳罩都没有发觉呢 就算自己的作品被对方非法使用 咱们杜总的解决方法也是 一壁东 二摸头三和谐 并把前女友骗到自家屋檐下 来一场浪漫满屋 拜托 朋友被搞垮的公司是你的呀 别人把你卖了 你还替人家赎钱呢 这次的剽窃事件 其实是杜和玲珑的一次联手炒作 玲珑新发布的作品出新 的确是我在五年前 和力薇薇小姐一同创作的 我们是想以此为契机 开启杜和玲珑的二者 下一届的金品 将由杜和玲珑共同推出 至此 男主已经经历了女主对他接二连三的话式虐待 情场遭背叛 职场被算计 见面骂变态 背后扎小人 不过越是这样 抖完美霸总 就越是倒贴的心甘情愿 送力薇薇裙子 请他当舞伴 明天有一个酒会 你穿上那台我出席 走开 看见力薇薇花吃别的男人 一股醋意涌上来 还发展到打车跟踪前女友 堂堂总裁变保镖 难怪武力乔恩脑海中的凯凯王 已经变成将婶的啦 原来你是这样的斗M开开王 头条军代表广大迷妹问一句 贵族还缺斗S吗 我可以